歡迎收看本期的極速點評 各位好 我是小玲老師 今天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萬眾注目的LGBY十六強戰 柯傑對陣原城鎮的棋劇 這個我已經看到非常多留言區 大家在敲碗這一盤棋了 必須說 這一盤棋應該是近期以來 關注度最高 戲劇程度最高 逆轉的誇張程度也是最高 這盤棋我事後有去看韓國棋院的直播 看到這個原城鎮懊悔的臉 各位就會知道 這盤棋直黑的原城鎮 輸的有多麼的不可思議 而柯傑賽後也在B站上面發文 說這盤棋通盤從頭到尾 都是被壓著打 但最終竟然以伴木逆轉此局 真的是超級戲劇性 至此八強戰當中 柯傑、嫖婷環以及深圳旭 三大男主角都順利的晉級了 不管是像深圳旭悠然自得的走進去 還是像柯傑這盤棋連滾帶爬的爬了進去 總之能進去就還有奪冠的可能性 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本期的極速點評吧 這盤棋柯傑直白 原城鎮只可以進行到目前呢 戲劇已經接近到尾聲的階段 關子 那由於前半盤呢 原城鎮的發揮非常的好 比如說在左邊開局來個一路透點 比如說在右方的戰鬥當中 把白棋壓得非常的扁 中間三顆藥紫白棋不敢救 甚至最後柯傑勝負手打入中腹做火 雖然白棋最終是做火了啦 但是黑棋也從左下角搜刮了不少的木樹 所以黑棋保持領先 十木以上那是絕對的 實戰 直黑的原城鎮在底下跳了一手 進行收關 白棋衝 黑棋肚 現在呢 柯傑知道這個棋要輸了 於是呢 他要發揮他最拿手的腳功 在這個沒有任何波浪的水面上呢 掀棋波浪 實戰 白棋 扳在這裡 勝負手 黑棋不能斷 斷就中計了 被這個白棋簡單的打完之後 一撲 底下就形成了這個攻殺 白棋快器 所以呢 黑棋在這裡 爬 那白棋如果收穫只是這樣子 被黑棋擋住 還是不夠啊 於是白棋繼續 勝負手 往前衝 黑棋再爬 白棋此時 繼續往前衝 這個柯傑啊 拼的是很兇啊 黑棋斷掉 白棋就從中間衝出 這邊柯傑究竟在盤算的什麼呢 他要的是與黑棋啊 進行大截 這個局面不利的時候啊 大截是一個相當好找頭緒 並且有機會幫你逆轉的方式 下這盤棋呢 柯傑就轉換了三次 巨大的天下截 才搞到最後呢 有機會真勝伴目 實戰 黑棋衝 白棋在這裡 斷吃一手之後 反打 此時呢 袁洆湞在這裡錯過了 一舉至勝的機會 就是 在這個白棋斷的時候啊 其實他應該 回馬槍的先打這一下做交換 因為 白棋是不能往前藏的喔 藏被一提掉 白棋就死了 所以白棋只能提 黑棋再打 白棋接住 那此時呢 白棋最後的真勝希望 就只有殺 底下這塊黑棋的大龍了 怎麼殺呢 需要透過打結 就是當黑棋衝的時候 白棋擋住 然後 打這個結 但是呢 這種大龍打結活啊 其實 非常的難殺 並且呢 各位如果跟之後的實戰圖相比 後來也是在打結啦 但是 後來 左邊 這邊黑控 全部被破光 這個打結前 至少我們先把基本的控 守住嘛 這個一來一回 差非常的多 但實戰 原成真錯過了第一個 一擊必殺的勝擊 回到實戰 實戰呢 原成真沒有選擇我們剛剛講的打 而是直接 在這裡 衝完之後 一提 他保留了上方的變化 來與科捷打結 可能是想保留結才吧 實戰 科捷 所以往上衝 黑棋 直接 底下開結 那這一開下去之後呢 換白棋底下不活了 所以白棋必須要 在這裡 打吧 有沒有覺得非常複雜 打結打到一半 還要下別的地方 然後黑棋再回到上方擋住 白棋再提掉 雙方再次回到了底下的這個天下結 好的黑棋呢 為什麼不打這裡的原因就是 他要提這個當本身結 但提這個其實蠻損的 因為這兩顆就被吃掉了 這兩顆被吃掉其實也很複雜啦 因為白棋沒火 但是我們先假設 一旦白棋做火跑出去的話 那黑棋其實損失蠻慘重的 對吧 好那我們繼續看實戰 黑棋提結 白棋在上方搬一個 好這個是結啊 不然被打吃一下 中間就全死了 白棋拔 黑棋打吃 白棋提掉 黑棋提 白棋打吃 黑棋提掉 白棋再提結 緊接著 黑棋連回左邊這一手 是極為重要的一手 一定要用爬的 不能選擇在這裡擋住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擋住啊 這個白棋 把這個棋擋住之後 再一彎 把這個棋接起來 好這個棋剛剛先接了 先接完 與這個黑棋做交換 之後 白棋一鋪 就把黑棋給接不歸了 那黑棋也可以在搬之前先鋪一下 不過白棋就簡單硬壺 即可 好那我們稍微倒帶一下 如果黑棋貼 白棋斷 黑棋想要硬殺 白棋的話呢 左邊啊 會形成一個筆器 我們可以算一下 這個白棋 1 2 3 鋪一個 刺口氣 底下呢 要怎麼收 很關鍵的 白棋呢 這個手順要下的正確啊 就是這裡先打吃一下 如果呢 黑棋長的話 白棋此時有一鋪的好手 黑棋提掉 白棋接完之後 再一擠 各位可以自行計算一下 白棋是快器 殺掉黑棋 那如果呢 白棋打吃的時候 黑棋用接的話呢 注意啊 這個白棋不能用提的 提的話 被黑棋一接完之後 黑棋就 無口氣了 所以此時 白棋有一個好手 單斷 走成這樣呢 仍然是白棋把黑棋給殺掉 所以 回過頭來 黑棋這個單退啊 是正確的選擇 白棋斷 黑棋 提捷 白棋 找捷 打在這裡 此時呢 袁洆貞再一次錯過了 一舉致勝的機會 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啊 AI推薦呢 這個捷啊 黑棋是可以 照應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當白棋提完之後 黑棋此時 竟然有一個隱秘的本身結 在哪呢 在擠住 這一棋呢 白棋是接不住了 接完就被斷掉了 一旦白棋接 黑棋提掉之後 白棋全局啊 已經找不到任何一個結材了 而實在呢 黑棋是選擇消結 白棋 白棋也把黑棋給吃掉 形成交換 那為什麼 袁洆貞會選擇這個變化圖呢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理解啦 因為此時 黑棋把棋接在這裡 繼續打 第二個生死結 而且以黑棋的角度來看呢 他會認為說 啊這個 我是看花結啊 對不對 你打贏 頂多年回去 啊我打輸 完全沒有任何的損失 所以 先進行交換 再打這個看花結 欸 應該是我有力吧 但這個柯傑很能撐啊 此時呢 白棋在這裡先立一下 這邊先賣個端子 這個立呢 是本局的重大工程 非常細膩 立完之後 再體結 黑棋 並一個 不斷連 這部棋是先手啊 各位 如果不走的話 底下的白棋 有生命危險 注意喔 可能有些人以為 就是白棋消結 黑棋是用非的殺 錯 你非的殺的話呢 白棋一般喔 人有打擊 如果黑棋要殺 必須要用單立 單立之後呢 白棋虎 黑棋 再從這裡一點 裡面是進死 也就是說啦 這個雙虎口 補斷點啊 是一個結材 而實戰呢 柯傑也是走得很拼啊 這個棋 正常來說 應該就到虎做活算了 但是 他是選擇 在底下單斑 因為這個棋 只要能夠 搬到一下 假如黑棋擋住的話 底下的白棋 就不會 變成進死 什麼意思呢 就是黑棋 假如說擋完之後 白棋就下別的地方 黑棋是一手棋 殺不掉白棋 如果你非 剛剛講的嘛 這邊有打結 如果你提掉 這個白棋 也沒有完全的死亡 找結財之後 提回來 等你一接之後 我再到虎 依然是形成打結 所以實戰 你看 原成真 是先提結 白棋 上方一夾 找結 黑棋接 白棋提掉 此時原成真 再次錯失了聖姬 這時的她 只需要 在底下一打吃 找結才即可 這時候柯傑 消結之後 是全局沒有 適當的結才了 但是原成真呢 在這邊 稍微有些隨手 她在左上角 先斑了一下 她想說 這個斑也是結才啊 而且還可以便宜一下 關子 以後打一下很舒服 對吧 這個底下的打 等一下再當結才就好了 結果沒想到 柯傑相當機敏 在中間討了一手 這手棋非常精彩 什麼意思呢 這個棋 黑棋也只能多打一下 然後 白棋 再回到上方做活 這多了這兩下交換 有什麼關聯性 有 就是在當黑棋 提掉的時候 白棋一長啊 這一手 變成了一個結才 因為等一下中間 有一個挖完一反打 對不對 可是如果在此之前 這個跑 並不是結才啊 各位 因為怎麼樣 因為左邊黑棋 是連得很好的啊 中間你又殺不掉它 等於是 有了這兩手交換 白棋無中生有 伸出了一枚結才 這個讓黑棋 非常的懊惱啊 實戰 黑棋只能貼 白棋 八結 黑棋 再回到 底下的打式 然後白棋 上方 先藏一下 造結 黑棋 雙完之後 白棋 毅然決然的消結 至此 第二個生死結 也打完了啦 但 還沒完嘛 各位也知道 還剩哪一個生死結還沒打完 就是底下 所以黑棋 提掉 白棋 靠一個 繼續找結 提掉 黑棋先接住啊 白棋 拐一下之後 然後 倒虎 黑棋 拔結 白棋 一挖 繼續找結 非常的頑強啊 黑棋打吃 白棋 白棋 提掉 黑棋 白棋 接觸 黑棋 提掉 緊接著 柯傑找到了 本局的最後一枚結彩 這個也是結啦 但這個 損關子 所以不考慮 最後一枚 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找找看 就是當時 我剛剛說的 MVP 這個棋 有多立一下之後 白棋是可以靠在這個位置 找結彩的 黑棋也沒結了 所以 選擇接住 OK 底下全數正光 但是白棋的吃一手 可以擠在這裡 各位看得出來嗎 為什麼柯傑要在那邊長長長 因為這個一擠完之後 黑棋是接不住的 被一拐之後 就全死了 當然這一圖 我認為 原成真也有看到 他在這裡貼 貼 貼 做這個 氣質的動作 好緊接著 雙方呢 開始 進行了 一些收關 退 長 翻 擋 接住 目前的棋局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雙方 打結之後的得失 通過 連續三個大結 一 二 三 打完之後呢 黑棋打贏了兩個結 這邊 一個 這邊 一個 把底下 原本是 白控 全部變成黑控 那白棋是打贏了 一個結 中間 復活 右上 吃掉 以及第三個 左邊 吃掉 你說要在60秒內 判斷這個得失 誰好喔 跟你講 沒有人判斷得出來啦 太扯了啦 但是我們只能說 這盤棋真的很全 即便經歷了三大生死結之後 局面竟然是半目輸贏了 就是現在此時此刻 其實是半目輸贏 聽到老師這邊講 就可以知道 本局的精彩程度了吧 好 那剛剛講到 白棋左上接住之後 黑棋 衝 擋 團 各位 就是這個團啊 變成了本局的敗招 為什麼呢 因為此時啊 在右邊 這個 有一個官職手段 我們這邊呢 必須要廣告一下 這個葉剛廷老師 是我的好朋友啊 他的官職 應該是全台灣 數一數二頂尖的 因為他當時有去日本 當院生 所以官職非常厲害 我們這個高段班的官職 全部是給他教的 為什麼不是我教呢 因為我官職有夠爛 教的是誤人子弟啊 在這邊 就有他 上課 教過類似的官職手經 超級精彩 各位可以暫停下來 思考一下 好 我公布答案了 就是 黑棋應該要 在底下斷一下 這個斷什麼意思啊 首先 如果 白棋 是選擇 打吃的話 那這個 以後被打吃一下 這個斷 絕對是 佔到便宜了 那你可能會說 老師 那 這邊打吃 不是就反擊了嗎 但此時呢 黑棋 還有手段 就是在 右邊一挖 挖完之後 你不可能吃這個啊 吃這個呢 與這個 打那個看花劫 你是不太可能接受的 那你可能會說 欸 不是不是不是 那我這可以用接的啊 但 就在此時啊 這個 黑棋不是用接的 給白棋度過啊 而是 依陸立啊 哇 這個應該是 袁仁珍沒有 察覺的妙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可以立呢 因為在 白棋斷掉的時候 由於 自身 氣景的關係 黑棋是可以 爬的 你不能吃 因為你吃完之後 黑棋再 一回打之後 原本可以斷掉的地方 已經形成Broot 這也就表示 黑棋通過這一例 可以成功的把 白棋的尾巴 給吃掉 所以 這個段 真的很精彩 實戰呢 袁仁珍就是 沒有看到 這個段的手段 最後呢 又被柯傑 上方一爬 他也 早該 就是 在這裡 打吃啊 管一下 因為柯傑接的時候 就是準備要一爬 結果 真的啊 老人家啊 嚇暈了 這個 通通沒走到 但是也不能怪他啦 高齡35歲的 他是這個 十六強戰當中 年紀最長的 還要下七個小時 真的是 對體力的負擔是很大的 所以呢 柯傑啊 鬼門關前走一招啦 憑藉著三個 生死大傑 成功的逆轉持絕 順利搶到 最後一張 八強戰的門票 但八強呢 就要 十一月才會舉行了 經過抽籤 大家可以看一下對陣表 柯傑抽到了 算是死對頭之一的 飄停環 嗯 這個籤 有印啊 大家呢 又怎麼看待這次的LG杯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那另外呢 想看 24強和16強的哪一盤棋 我還沒講過的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喜歡的話呢 記得幫我老師訂閱和參加分享 B站的朋友們 也千萬不要忘記幫我點個關注喔 我是蕭玲老師 我們就下期再見各位 掰掰 嗨嗨 感謝大家一直以來收看我的頻道 蕭玲網訓課呢 現在擴大招生 回饋給各位旗友呢 第一堂課可以免費世上的福利喔 歡迎大家來體驗 那我們的網訓課程 包含直播上課 回放複習 線上作業 還有線上的對譯 老師呢 會依照各位學員的旗力來分班 讓你用最親民的價格 做最有效率的學習 想變強的旗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喔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喔